为什么我们看 孩子 这个 孩提时代 记忆力强 年纪越大 记忆力都在衰退 什么道理 因为年纪大了 想的东西多了 脑子里都很多胡思乱想 心力不集中 这个心不单纯 复杂了 复杂呢 搞到最后呢 就像一团江湖一样 根本没有办法 再学心的东西 记不住 所以要真正要 做到末尔之之 没有别的 把心空掉 平时 尽量不要打方向 不要起念头 这个 才能做到末尔之之 生活越单纯越好 这个 越简单越好 就像炎灰 你看 单时 瓢瓶 具露像 这么单纯的生活 这么清静的生活 他当然就能做到末尔之之 老师的教会 他记得住 他不会忘 境界线前 他就能用到 所以这个事 心要清静 清静 才能够 成一个法器 你能接受 大法 这个是末尔之之 那么其次呢 要知道 学无止境 所以 要学而不厌 厌是厌足 满足了 自满了 这一自满 就不想再学了 那就到头了 你的境界就到这里了 不能再提神 所以 你这个厌足了 不肯再学了 那你当然 你就不会 末尔之之 那么你要末尔之之 你要有 好学之心 把学 圣贤之道 当做你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工作 生活 赚钱 那都不重要 那个当然 不能没有 但是不是最重要 生活 我钱少 可以简单一点 你看像 颜辉 他当时 瓢影露相 他也自得其乐 他的心 他的智 不在这个 衣食包囊 君子谋道 不谋食 忧道 不忧品 生活 这个 再简单 再朴素 都无所谓 他的这个 欢喜 来自于 求学 学而有得于心 所以他不予悦乎 他发喜充满 有着发喜了 他就学而不厌了 越学 越欢喜 越学呢 他就越精进 越努力 所以真学的人 这是 入了门了 他能够学而不厌 如果是满足了 那个人 说老实话 他都没入门 入门的人 他自然就 学而不厌 真正好学 像言辉一样 那是好学 而这个学 不是只学 知识 文字 那个学 可能会验的 像现在 很多的孩子 厌学 为什么厌学呢 他学了 觉得不欢喜 没有得到受用 那么他所学的 也不是圣贤之道 学着知识 学科技 学技术 塞在脑子里 满满的 你看这个孩子 现在的孩子 比我们那个 小的时候也苦 上学背的书包 特别大 特别重 里面的书很多 除了课内的 还有课外的 学校老师 为了争取 这个升学率 进行强压 让孩子呢 基本是 这个心理啊 处于压健康状态 觉得压力很重 甚至还有些孩子 听说都自耍了 他不好学了 学了 厌了 不仅厌了 他都恨了 这样的学法 那真的 怎么会有 不亦越乎呢 我看这样学法 是不亦苦乎 为什么呢 他所学的 跟他的生活 完全脱节 没用 没用啊 当然就厌了 所以 学以致用 重要 那学习传等文化 你学了 要用 那天天 我们都有生活 都有 待人出世 接物 我要用 看看夫子 是怎么存心的 我也怎么样存心 学夫子 把孝体中性 礼仪廉耻 真正做出来 学一条 做一条 这论语 你看 每一章 我们都在 学 而且我们学呢 强调用 强调落实 这样 我们在用的过程中 自然就胜发喜 一点一点 契入圣贤境界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是他 所学 要跟别人分享 这个人 他所学的 因为他能用 能用的 就不是 计问之学 孔子讲 计问之学 不可以为人事 那就不能够 惠人 什么人能够 有资格 教会人 他真正 学而有心得 他用上了 那就不是 计问之学 这是他真实的 学问 他可以 教会人了 那么当然 教会人 又有耐心 你想想 我们求学 跟着恩师 学了十几年 才到达 这样的一个 境界 这个境界也不高 学了十几年了 恩师天天讲 天天教 我们天天听 才有一点点 这个心得 如果是 只学个一两天 怎么可能成就 所以 做老师的 就得惠人不绝 像我们恩师 你看 教学 教了五十多年了 真的是 学而不厌 惠人不绝 一定要把 学生 教成 圣人 而后 指 他这一天 没成圣人 我这教学 不能解断 这是 惠人不倦 他没有厌倦 不疲 不厌 这是 他的 仁慈 真的是 毫无所求 只是希望 大家能够 同诚 圣贤 孔子 对我们 一无所求 老子 释迦牟尼佛 也是对我们 一无所求 他们 对我们的教诲 无私 那 这当中 释迦牟尼佛 做的是 最究竟圆满 他教了多少年呢 整整 四十九年 从三十岁悟道 开始 到他七十九岁 灭度 整整四十九年的 教学 那真正是 惠人不倦 我们再看看 各大宗教的 创始人 都是圣贤 他们也是这样 惠人不倦 像耶稣 教人 他 命短 只教了三年 但是也是天天教 伊斯兰教的 创始人 穆罕默德 教了二十七年 这都是惠人不倦 所有的圣贤 都是从事教学 为什么呢 只有教学 才真正能改变一个人 改变人 第一个层次 先让他 断恶修缠 第二个层次呢 是 这个 破迷开悟 他断恶修缠 成为一个善人 但是呢 还有很多迷惑 不能够开悟 要让他开悟 要开悟 就是夫子讲的 信与天道 要跟他讲这个了 要讲自信 天道呢 是讲自信的道理 让他 误入圣贤 的境界 那么误入之后 他就转返成圣人 不再是凡夫了 圣人 到这个地步啊 他的教诲才像 就到了 这个话句号的时候 所以 这个 世出世间的圣贤 可以说 都是在这个 末尔治治 学尔不厌 会人不倦上 下功夫 那么恩师也鼓励我 这一生 从事 圣贤教育的工作 这三条 就是应该 作为我们的座右鸣啊 对于圣贤道理 末尔治治 虚心学习 认真体会 努力落实 这是末尔治治 能学而不倦 天天学 会人不倦 天天讲 现在我们恩师 八十四高零 还是天天讲学 不间断 你看我刚刚 跟着他 去这个意大利 访问归来 昨天晚上才到 今天 他老人家就要开始教学 我问他老人家 我问他老人家 您什么时候 开始讲课 他说明天 我这一听 他老人家都明天讲课了 我还能够懒吗 所以就开始讲了 今天就讲四小时了 这是什么呢 恩师给我们做好榜样 他 五十九年 深入学习 传统文化 寻而不倦 会人不倦 这给我们指示出 一条路子了 那我们这一生 也是如此 做下去 这叫信而好古 我们就学古人 最近的古人 就是我们的恩师 远一点的古人 孔子 释迦牟尼佛 这是古人 他们都是这样做的 而学和教相复相承 所谓教学相长 我自己深有体会 自从辞了大学 教授工作以后 我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做教学 每天备课 一开始 最初最初的时候 备一个小时课 得花四十个小时 但是呢 这个进步比较快 慢慢慢慢效力提高 很多道理能够贯通 所以备课方面呢 时间就少了 慢慢慢慢 现在呢 你看 我能一天讲四小时 再听我 我们恩师两个小时 就在摄影棚里面 待的就在六个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 做备课 你想想 当然 这也是很忙的 逼着自己学 特别是讲论语 也不好讲 这里头很多考证 你不能讲外行话 你总得去 这个考证考证 这些先如什么说法 查查这些点记 有些名相 你得查字典 有些读音 你得查查 古音是怎么读的 这都很花时间 但是呢 学的不亦乐乎 为什么呢 学了能用到 特别是论语 论语就是讲生活 每一句都是 孔子在生活当中的 这些教诲开始 非常生活化 所以你学了之后 立刻就能够记住 他是这个 一张一张 文字都不多 你能记住 就在生活当中去用 用了你就有体会 这个体会 就是心得 那就会生喜悦 学而实习之 真的不亦乐乎 所以你能学而不悦 你也就愿意 跟大家分享 惠人不觉 那你有东西 跟人分享才行 如果你没东西分享 那你教教教的 最后也就厌倦了 特别是 每天让你上台 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我跟大家说老实话 我过去在大学里面 一个礼拜 只上六个小时的课 你看我七天 才背六个小时课 那很轻松 那是教我的 原来的专业 金融课 而且每个学期 交重复的课程 你就教你那一行 第一个学期 要教的时候备课 要花点时间 第二个学期 就不怎么样 不需要备课 拿着讲稿就能讲了 第三个学期 讲稿都不用 直接上台 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讲 到第四个学期 真的就觉得厌倦了 用什么呢 那个所学的没什么用 纯粹是课本知识 而且自己心性上 在从这当中 得不到提升 那个学是会学得厌的 那个教也会教得倦 哪像教学传统文化 圣贤之道 那我相信 我也有这个信心 像我们恩师一样 一生 都从事教学 都不会厌 不会绝 而真的是会越学 越欢喜 自己提升 跟大家一同提升 自立立堂 那是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好 我们看许公讲要里面 引黄本集结 黄是黄侃 南北朝的精学奖 那么他有著述论语集结 这个当中是说到 引正玄 正玄 正玄是东汉经学奖 正康成 也是一位 极大成者 正康成对论语有注解 说 人无 人无有事行于我 我独有之也 这个何有于我在 正康成的意思 是什么呢 这个 人无有事行于我 是说别人没有 我独有之 这个解释呢 跟其他的确实就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做参考 那么夫子 这里 是不是 说 自己独有 独有什么呢 末尔自知 学尔不厌 惠人不倦 那 正康成这个解释 未免 把孔子解得 有点 自大了 那么我们再看 末尔自急注当中的解释 何有于我 言何者能有于我也 这个解释呢 比较符合夫子的意思 就讲的前面 末尔自知 学尔不厌 惠人不倦 这三条 有哪一条 我有呢 这何有于我 这个意思 他说 三者 以非圣人之极致 而有不敢当 则牵而又牵之词也 这是诸子的这讲法 听起来呢 有道理 因为什么呢 他谦虚 实际上 这三者 木耳自知 学耳不厌 惠人不倦 这三条 并不是圣人之极致 这是朱熙 朱夫子 他的意思 不是圣人之极致 就是 做到这三条 并不能够 完全可以说 做圣人 这个 可能闲人也能做到 但是 但是夫子 说自己不敢当 这是 牵而又牵之词 很谦虚 但实际上 我们也知道 夫子 他不是说 无缘无故 谦虚 他 是者是 不是者不是 就像我们前面 看到的 信 这个 恕而不作 信而好顾 这个偶一大师讲的 都是实话 不是千词 那么 夫子是 执心 真心 说的是真话 实话 知话 所以不是那个 虚伪的谦虚 所以 极著里面 这样讲的三条 不是圣人之极致 说夫子谦虚 这个讲法 又未免 又偏于另外一段 这个 郑康成 解释说 夫子 独有 这三条 这有点 过于 显得自拔 这个 这个朱子 讲 三者 都不是圣人之 德 又说到 这个夫子 又过千了 那我们再看 邪功 引 幻冒 雍伦 语集 这是 这个 解释 中庸 伦语的 是幻冒 所著 他说 孟子 引夫子 与子共言 我学不厌 而教不倦 此篇 若胜 与人张 亦为之 不厌 惠人 不倦 是夫子 故以学不厌 惠不倦 自认者 而何至 无音 为是 牵而又牵之 此户 这个雪公 给我们做了一个澄清 说 这不是夫子 牵而又牵的 话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孟子 当中 我们看到 引夫子 与子共 这个交谈 说到 我学不厌 而教不倦 夫子 他承认 自己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这是夫子 他自己承当 所以不能说 这三条 夫子都不敢承当 他承当了两条 那么底下 这个 若胜 与人张 这是底下论语 就在本篇 第34章里面讲的 子曰 若胜 与人 则武其感 亦为之 不厌 惠人不倦 则可谓 云尔 一 所以 这个 夫子 不敢承认的是 圣女人 圣人和人人 夫子不敢当 但是呢 这个 为之不厌 就是学不厌 惠人不倦 这个 他敢承当 所以呢 是说明 夫子 故以学不厌 惠不倦 自认着 他 这个 他自己 能承认 你看 夫子 他不是 过千的 他是能够 做到的 他就承认 这是执心 他不 弯曲 有时候 过千 也不好 过千 显得 有点 虚了 那么 他 敢承 那 而何至 无音为是 牵而又牵之词 所以 诸子说是 牵而又牵 这个也说得过 过分了 那到底 何有 欲 我在怎么解释呢 这里 有一个 牵而至之 这条 夫子 没有承认 那 我们来 先把 雪公 这段话 先读完 然 为人 无事行 唯我独有 则又 尽夸大 这是 郑康诚 讲的 有点 夸大 尤非圣人语气 这不像 夫子 那个 温良 公 简让的 这个语气 夫子 讲话 谦虚 得体 不敢 自大 所以 不能够 说 唯我独有 此概 当时 不知 圣人 为 必有人 之所 不能有 这 曾康诚 也 没解到 夫子 真是 他 就是 当时 不知 圣人 所以 说 必有人 所 不能有 那么 故 夫子 言 我 生平 不过 默而 置之 雪 而 不厌 惠人 不倦 而 此外 亦何 有 于 我在 思维 得知 那么 学宫 他这个解释 他是引 这个 幻冒的 这解释 也很好 这个话 说得通 所以 这个 夫子言 默而置之 雪 而不厌 惠人 不倦 这是他 生平 所做的 事情 不过 是这样而已 此外 何 有 于 我在 加个此外 你就 很容易 理解 就是 除了 默而置之 雪 而不厌 惠人 不倦 以外 真的 我就没有了 我只有 这三条 这何有 于我在 这就 思维 得知 这个好像 这就 说得通 但是 是不是 真正 夫子的意思 还不完全是 所以 解论语 深解 欲去 不容易 有时候 你读 随口 划过 意思还 没能明白 那么 我们再看 雪宫 讲要底下 说的 这是 雪宫的 理解 体会 此章 要义 在 教人 学道 这一章 最重要的 意义 就在于 教人 学道 你怎么 学道 就这三条 默而置之 雪而 不厌 惠人不绝 最重要的是 第一条 默之之 默者 记也 智者 明记也 默是 记默 记是 讲的 心 心 既然不动 既然不动 这是 默的意思 心 它不动 不动 就是定 能够有定 它就有智慧 心清静 自然产生智慧 所以 所以 既然不动 而又 铭记 不忘 这个智慧 第一个体现 它能记得住 它不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心 专 定 念头 不生 心地 清醒 过一遍 就记住 永不忘记了 此事 孔子 智于道 这境界 这个智于道的智 是 内心 所专注 所向往 是道 除了这个 大愿之外 这个志向以外 其他念头都没有 所以心 定在道上了 既然不动 这就是 大学所谓的 知止 知止 就是智于道 心 止在这个道上 它就 要它定了 知止 而后有定 定就是 既然不动 然后定 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就得道 所以 默而智之 这个默 非常重要 学到 第一个是要把心 空下来 心安于道 而不宜 既默 既智 你看 这是 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的境界 那心安了 安住 在道上 而不移 不动摇 有根 有利了 即默即智 这个默 是心 既然不动 智呢 是智慧 现前 遇到了 任何的 情形 它都能够 记住 看得清清楚楚 啊 所谓 记耳赵 赵耳记 记是 他的 讲他的大定 赵呢 是智慧 现前 啊 记赵 同时 所以叫 即默 即智 啊 默是讲他 定 智是他的智慧 定 智 等 智 啊 是同时 心定了 自然就有智慧 所以 默了 自然就智 默而 智之 那么到了 这层境界啊 你就能得到了 啊 所以 学也 会也 皆不离道 你所学的 你所教的 都跟道相应 这个学 不是只学书本 啊 只是在课堂里听课 那不只是这个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 处事 接物 接触到的 种种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都是你所学的内容 一接触就明了 一接触就明了 为什么呢 你的心是定的 定生智慧 默而置之 所以 学不离道 啊 遇到什么境界 都是让你提升 顺境 当中 你不起贪爱 你提升 内境当中 你不起称慧 你也在提升 没有说 不能让你提升的境界 啊 跟人走在一起 三人行 必有我事 这三人哪三人呢 一个善人 一个恶人 还有一个是自己 自己跟 随便 哪两个人 有善有恶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能学 学而不严 不断提升自己啊 你这个大智慧啊 远远不断的流出来了 智慧必定有慈悲 慈悲体现在 教学不断 啊 那教学不仅是言教了 更重要是身教 啊 你看看孔子 看看老子 看看释迦牟尼弗 他讲话的时候 是教学 不讲话呢 也是教学 行驻坐卧 穿衣吃饭 没有 不是在教学 旁边跟着他的弟子 就看着他 穿衣吃饭 都开悟啊 你看这金刚经理 就是 缘起 就是释迦牟尼弗 啊 从事每天一样的工作 他工作是什么呢 搭一持拨 入舍卫大城 骑驶 骑驶完毕了 回到本处 啊 结果呢 他坐下 虚伏提尊者 看明白了 啊 他这个 豁然大悟 感动的不得了 啊 赞叹呢 世尊 真正是如来啊 善护 诸菩萨 善父祖 诸菩萨 啊 这个善护 善父祖 就是什么呢 教学 佛 你看 这个 这么平淡的生活当中 体现了大智慧 啊 你能够入境界 你就看出来了 那 虚伏提 这时候看出来了 他就悟了 啊 悟了就入境界了 然后他 也慈悲啊 向世尊 请教 两个问题 啊 就是 请教第一个 以云和应住 就是你的心 应住在哪里 第二个问题 云和降伏其心 怎么降伏我们的烦恼心 这两个问题 向世尊请教 释迦摩尼佛就讲出一部金刚经 惠人不倦 你看 先是深教 然后有人请问 他就严教 借不离道 啊 那 上根立志的人 不用听你讲 他就看出来了 啊 这是什么呢 老师啊 视转 就是他先视线这样的一个 一个行为 转法轮呢 叫视转 你能看出来了 像徐福帝看出来了 他就 入道了 看不出来呢 就给你教你 就严教了 叫劝转 劝你 啊 用语言 来教诲你 这转法轮 啊 最后呢 做正转 啊 讲了之后 还要给你做证明 让你呢 深信不疑 然后你才能够入道 所以 圣人叫三转法轮 视转 劝转 做正转 真正是一生啊 惠人不倦 所学 所教啊 皆不离道 底下说 全信在道 而忘其我 故曰 何有于我在 这雪公 解释啊 又 提升了 比先如解释 见地要高 何有于我在 怎么个讲法呢 圣人呢 这境界中 全心在道上 至于道啊 道的究竟圆满 全心都在道上 真是中庸所讲的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不离道 所以呢 忘了我了 啊 这个我是讲 这个身呢 啊 金刚经里面讲的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那这四像啊 啊 把这四像放下了 这叫忘我了 没有了啊 我像没有了 当然 跟我对立的人像 也没有 众生像 也没有了 人我 一体 众生 跟我不二 这真正入 人的境界了 啊 人爱的人 人是 人者爱人 爱人如己 人我一体 这是人的境界 没有我了 啊 这个佛法里讲 断了我之 断了我之 正得的果位啊 阿罗汉果位了 啊 那么 所以这里讲 何有余我在 哪有个我在呢 这是事实真相 一般凡人都把这个身体当作我 错了 啊 这个 属于身见 啊 见思烦恼里面的 见惑 就是见解上的错误 第一个就是身见 把这个身当作我 错了 这一关 没有突破 不能忘我 圣人境界 又不进去 啊 所以我们恩师常常劝我们 放下自私自利 这是第一个关口 而这个关口是最难突破的关口 为什么呢 自私自利是我们无始节来的习气 我们已经习惯了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 先想到我 先想到为这一身着想 所以啊 人 圣的境界 没指望 要入圣人境界 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 不要为自己想 要为天下苦难苍生着想 能够舍己为人 勇于做出牺牺奉献 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认真地落实圣贤教会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不怕人极贤 我只要努力做去 对圣贤教诲 专心 默而知之 学而不厌 你能这么做到 你自然就是在教学 你就能毁人不觉 你不用起心动念教诲 别人 你就这样做 就在教会 所谓学为人事 行为师范 做世间人最好的榜样 人家看你 真的是无私无 但是天天呢 生活不亦乐乎 快乐都不得了 这对人就是感动 触动 他就种下圣根了 有一天他就能觉悟 他也会效法你一样 他也要学 放下自私自利 对于 这个名利 这个欲望 享受 他能放下 放下了 就到圣人的门口了 还没进去 要进去 真的要放下我 我向人 向众生 向受者 想得放下 放下了 这四项了 你就进入 这个圣人了 那叫小圣 佛家讲的 虚脱还国 这是四圣国位里面的 这个 这小城 四国里头 第一个 虚脱还 虚脱还 那叫入流 入圣人之流 那时候才入流 现在还没入流呢 那再提升 不仅要把 我执放下 还要放下 法执 法执是什么呢 是 见 这个什么见呢 我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者见 这一部金刚经 到末后 前半部 教我们 放下四项 后半部 教我们 放下四剑 离四项 离四剑 你才能够 正得 一真法结 这是 法身大事 这你才能够 真正 成圣人 大圣人 那时候 彻底无我 什么是我 宇宙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仁慈 不爱 那是究竟圆满 佛家讲的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跟众生同体 你的慈悲 没有条件 为什么呢 同体 就像我们的身体 一切众生是我们的细胞 这一部分的细胞要坏了 我的另外一只手就上去 抚摸它 去治疗它 哪里会讲条件 左右手之间 一体的 怎么会讲条件 所以 无缘大慈 无缘就是没有条件 这个仁慈 到了究竟圆 就是圣人境界 底下我们再看 偶一大师注写 学不厌 惠不倦 孔子亦曾 成当之矣 只依莫耳致之 真实难道 以其执心执口说出 这是 李炳南老先生 已经给我们呢 说出 偶一大师 这个意思了 我们读了 学功讲要之后 理解偶一大师的 就不难 他说 学尔不厌 惠人不倦 孔子也曾经承担过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论语里面 有讲到 孔子自己说自己 做到了 学尔不厌 惠人不倦 论语里面有 孟子里头也有 那这一点 还不足以当做圣人 这个什么呢 我们现在 也在学习 学尔不厌 惠人不倦 我们离圣人 我们离圣人 还很远 但是这两条呢 我们能够 做到几分 那孔子 当然完全做到 那只因 默而置之 真是难道 这一条难做到 这一条难做到 默而置之 那是你 刚才 学功 解释的 继而常照 照而常计 你在 大定当中 智慧 现前 你的大定 是默 继而不动 这叫根本智 你得到 智之呢 是凡遇到境界 你立刻明了 智慧朗诏 这是后得智 根本智 后得智都现前了 这个 圣人才做得到 所以 真是难道 这个不容易做 那么 以其执心 执口 说出 所以 孔子 讲的都是实话 没有说 真正千词 他的谦虚 都是真实 不是故作 谦虚 只是执心 执口 说出来 心是执心 没有弯曲 没有念头 在执心 如果 有念头 即使是善念 比如说谦虚 是善念 我要谦虚 我故意这么说 那就不叫执心 执口 那这个 完全是心 清净 他说出来 都是符合 事实真相 所以说出一个 何有于我在 真正做到了 默而至之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自己正得了自信 继而长照 照而长继 这是自信的作用 视线出来的样子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学而不厌 是身教 惠人不倦 言教 也有身教 这是慈悲 自度度他 自利利他 为什么能这么做到呢 因为自他同体 自他不二 圣人正得这个境界 自然就 说出这句 何有于我在 哪有你我之分呢 只有一个法身而已啊 众生与我同体 哪有个我呢 将前补助当中 这个把意思说得更明显 此机孔子之无我 有我相 则有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则必不能 默而知之 学而不厌 惠人不倦 孔子到了 无我的境界了 没有我 这个相 就当然没有跟我对立的人相 有我才有人 那我 这个讲人 也就没有意义了 人和我是一不是二 那众生相呢 众生相是 这个包括人 包括一切的 所谓众生是 众缘合合而产生的现象 那一切的现象 都是众缘合合 我们说原是条件 条件组合成 三合大地 动物植物 哪个不是众缘合合 我们说人体 它是由细胞构成的 这是众缘合合 动物植物 也是 三合大地 分子原子组成的 都是众缘合合 这样的一个相 不是真相 那么都是我们 虚妄的念头 所变现的这个相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所以众生相也没有 受者相呢 是讲时间的观念 时空 都是 虚幻 出相的概念 不是真 爱因斯坦也说过 说时间空间 是人类的错觉 不是真 他用相对论 给证明了 证明 没有受者相 所以这四相呢 完全是 你的妄念 把它放下了 你就离四相 离四相 你立刻正入 圣贤正界 那就无我了 无我 你得到真我 那有我呢 则必不能默示之 那心是虚佛的 因为你有我 就有我的见解 我的所有 身体是我所有 我执 我爱 我慢 傲慢 我见 统统都来了 这是烦恼 这是迷惑颠倒 那心是波动 不清净的 他跟人交往 肯定计较人我 因为他有私在 私心 不清净 他的心是复造的 心否气造 不能默而置之 所以你要 真想求学 先放下自私自利 你的心 才能够定下来 有自私自利 这个心就是 心佛气造 那他也就不能 学而不厌 灰人不绝 最简单的 学了就累了 为什么累呢 有我呀 有身呢 就累了 无我的人 不累 天天都在 法喜充满 所谓啊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天天都是 干尽十足 所以喜而不厌 惠人不绝 那么这个 我们呢 要学习 先从放下 自私自利开始 一些为众生 着想 那才有可能 这一生入境界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有讲的不妥之处 请大家多多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